MING PAO TORROW MING PAO TORROW MING PAO TORROW 剛才有提到這個SUPER 還有另外一款呢 也是世代也比較新的 就是Nissan的Ultima 神馬Iris 幫大家比較一下 如果我們要選擇大型房車應該怎麼選 其實這兩台車子 他們會選擇的 這種群眾應該是非常的不同的 首先呢 Nissan的Ultima 光看這個數據就可以看到 248P對上150P 那它的本身的性能上 還有底盤上的調教啊 整體的開起來的感受 都會是跟SUPERB 稍微有一點點不同的 它帶有更多的運動化 像其實可以從Nissan的官網上可以看到 裡面也有很多隻 就是賽車手凌云湖 他在試駕的一些過程 那麼呢 所以這個呢 選擇的群眾 他可能就會是比較熱血一點的 爸爸 因為我可能需要一個 比較大型一點點的房車空間 來在家停 那如果呢 是選擇這個Skoda的SUPERB 那它主打的就是呢 它的空間非常非常大 當然其實呢 它1.4這個直四波輪增壓 它的馬力150P 其實試過的人都說 其實它的加速呢 算是這個非常非常的順暢 穩定 它有一種非常的安定感 所以其實在這個高速公路上 我覺得也是綽綽有餘的 但是呢 它最強調的就是它的豪華大空間 豪華內裝跟大空間 甚至它的行李箱呢 後行李箱一打開喔 首先呢你會覺得它很像一個Coupé的 車型的感覺 電動尾門一打開 怎麼連後面的這個玻璃都打開了 對 就像Coupé那個樣子 所以呢 625公升 甚至像我們有時候出國啊 那個機場接送 它用這一台 然後把胖胖箱 就是我們用的那個 那行李箱 這樣放好幾個上去 還可以堆疊起來喔 所以它的空間呢 是它引以為傲的 再來呢就是呢 像剛剛冠儀其實有聊到 也有很多坐機場接送的人 對 在使用這樣子的這個車款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呢光是 光是像我們這樣 160到170的人 坐在這樣子的一個車室裡面 首先呢這個皮椅 坐起來舒適 舒適 然後再來呢 空間又過大 它會有大概有三個拳頭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喔 對 沒錯 我甚至看了車評 它直接用這個紅外線去掃射 一個175公分的男生 它跟前座的空間距離比 有24公分 它根本其實就是後座買家的車囉 對 所以其實它的後座呢 完全就是一個會讓 會讓想要呢 考慮到後座 後座的空間的一個買家 來說它非常好 那再來呢就是 其實這兩個車款裡面 都有配備上了 滿完整的一個安全主安系統 那像是這個ICC智慧定數巡航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Nissan Ultima 那如果呢 其實你的預算稍微再多一點點 其實可以植上這個多加12萬 升這個豪華卓越的旗艦型 大概就是128.9萬 那它的這個原本的IEB 防追狀的碰撞系統 它也會升級到這個PIEB 就是也預防一些行人 突然路過的行人啊 或是貓貓狗狗的一些 這個追狀的系統 那再來呢 氣囊的部分也會從原本的6顆 升級到10顆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360的環景 其實我現在開始覺得360環景 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實用 所以呢整體呢 兩台車的比較起來 就是會是不同的這個買家需求 那還有有些人也會考慮到就是稅金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邊呢 可以看到數據上呢 提供的是 奧提馬12.0的這個渦輪增壓 那它一年的稅金大概就是1萬7千多 那1.4的這個渦輪增壓的話呢 那一年的稅金大概就是1萬1千多 那整體來說 不過馬力差好多喔 對其實油耗 油耗整體比較起來 兩個是差不多的 所以一年來說油錢 基本上兩個差起來也不會到太多 最主要就是稅金上面的比例也 有些人會考慮 剛才那四款大房車啊 其實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喜歡操控 甚至於喜歡空間比較大的 當然就是有對應的車款可以選擇 但是在台灣市場啊 其實百萬的這種預算 購車的預算啊 要買到的車非常非常多 除了大型房車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我們就來聊聊呢 市場上面現在比較主流的SUV 昆仁哥 百萬的預算呢 市場上面可以選到的SUV 不少到底有哪一些呢 其實是蠻多的 我們剛才講過 像百萬級具這樣的一個購車選擇 實在確實有很多很多元化的 一個車種可以選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圖卡來看一下 這十部 這十部所謂的百萬休旅車 中型休旅車 我們看有四部是國產 六部是進口 那國產的一個價格代 大概是從90 大概到120萬之間 然後進口的休旅車呢 大概都會從 大概10幾萬 一直到140-150萬不等 所以你看 其實我覺得 國產的一個中型休旅車 跟進口休旅車 其實它在價格上 還是有一個價格代的落差 大概10到20萬的落差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十部 這十部中型休旅車又 你看有五部是日系車 日系車就佔了一半 那其他還有歐系 還有韓系 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除了我們說 最熱門的三種車款之外 我們看一下 進口車 因為我們說進口車 跟國產的一個休旅車 它還是一個價差在 進口車比較受歡迎的 我們當然知道 有VW的Tiguang 然後還有 Mazda的CS5 對不對 這幾部 這兩部是比較受 進口車比較受 消費者翻譯的一個 百萬休旅車 那這兩部車 我覺得這兩部車各有 剛好一個日系 一個是德系 那這兩部車訴求 都比較偏向是一個 我們知道Mazda 它訴求是質感 質感 在空間上 它不是它的強項 質感跟造型 還有日本工藝指引的 一個做工精神 這是Mazda的強項 VW7廣 因為我覺得 因為VW7廣 它是面臨在小改的 在小改的前戲 但是它的一個 戰力非常的齊全 它的IQ 所謂的主飛動系統 然後它的空間 還有它的車型的配備 可以選得很多 所以提供多元化的一個選擇 那向來還有在VW的品牌 在國內的消費者 也蠻受喜歡的 這是進口車的 這兩個比較受歡迎的 我們看 前三名 這十部車前三名 比較受歡迎 消費者歡迎的 我們先看福特的KUGA KUGA 這是一個新興的 一個國產車的一匹黑馬 而且它從上市到現在為止 它接單還蠻熱絡的 然後它的提供的車型 可以選擇也蠻多的 那 在國產車的一個 國產中型休業車的一個 Segman裡面 KUGA比較訴求 是在運動化 運動化 那運動化我覺得上來 也是福特的一個強項 它的底盤 西土底盤 跟Focus共有一個底盤 所以還有它的co-pilot 它的主備動非常齊全 還有所有的配備也非常的 我覺得可以說是配好配滿的啦 所以 KUGA能夠受到 一推出來能夠受到 消費者的侵賴 一定有它的實力 再來我們看 Honda CR-V 它向來我覺得Honda的 底盤 空間 還有它的動力 覺得是 目前這個級距裡面 算是佼佼著 然後再向它品牌光環 所以我覺得 Honda 在小改之後 它在補齊了一個 它的所謂的百萬以下的一個級距 所以讓它的戰線會更齊全 所以相對 我覺得在小改之後的CR-V裡面 它的戰力會更加的 實力會更加的堅強 然後你看它也開始在借單了 聽說借單狀況也非常熱 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再看 第一名當然就是我們所謂的神車 Ruffle 那這Ruffle我覺得 你看 從它去年上市一直到現在 它的賣礦 我們只能說是越來越好 這個確實是還蠻厲害的 那可以證明說 以這樣中型休旅車的一個size 這樣的空間 其實你說 我們說Ruffle在各項的評比裡面 它不是算都很厲害 但是它是平均分中是最高分的 所以它可見它取得一個最大多數公約數的 一個消費者的認同 空間上 動力上 底盤上 主被動安全配備上 它都真的是還蠻齊全的 然後它的車型的選擇也很多 有2000cc的還有2500的 油電系統 那這也是它自己的特有的特色 所以第一名的Ruffle 受到消費者的青難 然後再加上你看Honda的CR-V的小改 然後全新的KUGA 國產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大概90到120萬之間 這樣的一個價格帶 這三部車確實各有實力 而且我覺得還蠻值 我覺得消費者選這三部中間的 另外一部都不會覺得 都不會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如果說你在百萬幾具 想要選擇的休旅車 你看就有日系韓系還有歐系了 可是為什麼在這10台車當中 賣最好的是進口休旅一個的 Toyota Ruffle Iris帶我們來看一下 它到底優勢是在哪裡 我們真的要好好幫大家 從細節裡面找出來 如果我真的要選擇的話 為什麼要選擇Toyota Ruffle 只是因為它賣的好嗎 其實我之前我分享一個小故事 因為我自己一個蠻好的朋友 當初他前陣子想要買車 他就問我說我現在想要換一台休旅 他說你覺得 Lexus的NX沒有 我說不錯啊 可是大概從一百五十幾萬起跳 然後他馬上說爆預算 那如果我今天大概只有一百萬上下的預算的話 那我該怎麼選擇的 那我就那時候剛好呢 其實從第四代突然要升了第五代的這個Ruffle 它其實一開始我看它的外型 本來第四代其實是它比較圓潤一點點 就比較都會一點的休旅車造型 但是它第五代之後 它突然變得好像很霸氣 比較粗狂對不對 然後對比較有這種肌理線條 那時候我還一開始覺得說 第五代的Ruffle好嗎 我後來發現它是耐看型的耶 越看越好看 後來我就推薦他說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這個Ruffle第五代 那它的價錢是從94.5萬起 一直到這個Hybrid 然後4WD Adventure的一個車型 大概120多萬 那它這樣子的一個集聚 可以讓它去做挑選 然後他就開始發現 這個車真的好看喔 先生也喜歡 然後女生突然覺得好像開大車也蠻帥氣 就不然本身也是開大車 我愛開大車 然後後來他們就選擇了一個 這個尊爵版的 當然也是就是剛好一百萬出頭一點點 多一點點 對 然後他們現在開得其實也非常開心 對 那今天來的這台呢 是Hybrid的一個車款 其實它Hybrid真的是蠻受歡迎的 尤其是Toyota的Hybrid對不對 對 它2.5升 其實它這個縱效馬力 就比汽油還要再多 218匹喔 不錯耶 對 它開起來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我自己有開過上一代的Hybrid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也是希望說有一天的話 我有可以擁有Hybrid車款的話 我也會以這個Toyota的為主 對 因為當然當然新式的這個TNGA的底盤 其實算是可以符合台灣的地形 然後還有我們大部分的 只有台灣消費者的一些需求 我相信大家都會喜歡 因為畢竟在這個中型集區的休旅車裡面 有Hybrid可以選擇的只有Toyota 有Ruffle嘛 對 而且呢 如果說你選擇CRV跟Ruffle來比較的話 CRV又沒有四驅可以選擇 是的 對 所以那其實 我們這樣蠻明顯的就發現 買家呢會喜歡什麼樣 那再來呢就是呢 其實這台車呢 它也搭載了 就是剛剛其實CAMBERRY還沒有 還沒有TSS2.0 2.0 那這一次2.0 基本上什麼這個主動跟車系統 全速域 對啊 防御型碰撞啊 這些 基本上它都已經給你了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然後再來呢 內裝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個9吋的螢幕 然後基本上 也有這個各區的環景 可以讓開大車會害怕的一些女性 或者是新手 它會比較有穩定感 然後你看 它有支援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嗎 也有 這台的話它是要在頂配的 比較頂配的 4WD Adventure的車型裡面 它才會配有這樣子的一個配備 對 但其實整體來說呢 它的這個車室空間 也算是質感蠻好的 你看像這樣子的一個縫線 都是皮椅啊 皮椅 或者是皮革的包覆 然後帶上一個縫線 對 它跟這個第四代的這個車格 感覺比較起來 就是更加的 我覺得Manway一點點 而且質感提升很多 對 質感都提升了 然後儀表也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Ruffle 非常著名的就是 後座空間 後座空間 為什麼妳的姐妹這麼喜歡 對 我幫大家做做看 因為他們其實也是新婚家庭 他們也需要就是迎接 就是小朋友了 所以像這樣子的後座空間 無論是媽媽坐在後面 像冠儀這樣170的身高嗎 大概168 可是這也第一個是它的 支撐性好嗎 對 它的大腿的就是 就是這個座椅的部分啊 它大腿的支撐性非常好 你看它已經撐到我整個大腿了 對 其實是整個大腿都已經支撐到了 對 那如果做長途 我可以把腳這樣整個放前面一點點 所以後面的空間非常好 包括了超過三個拳頭以上的空間 真的 像我有時候叫車 叫到這種大車 我都會覺得賺到了 在後面都要翹二郎腿對不對 對 然後我都會希望可以再坐久一點 坐舒適一點點 是 你看後座還有這個出風口 有 這邊也有兩個出風口 對 可以讓你 讓後座的乘客跟家人 有做這樣子的考量 然後會讓他們覺得更加的舒適 那再來呢 其實Ruffo這樣子 4米6的一個空間裡面 還有很著名就是後行李箱空間 後行李箱空間 對 帶著它 大家往後看一下 後座表現也很好 後行李箱空間如何 其實像我們穿高跟鞋的女性 做這樣子的一個修旅 修旅車型 剛剛下車的時候 車高非常非常的輕鬆對不對 對 它也不會像一般的那種修旅車要很高很高這樣 等一下因為我現在身上沒有這個鑰匙 所以這個提桿尾門的話 就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它也有鋪提桿尾門 它是有提桿尾門的 然後呢 這樣子580公升的一個行李箱空間 基本上很夠用吧 對 行李箱 小朋友的滑板車 腳叉車之類的 其實放進去都綽綽有餘 而且加上它其實 它後面還有備胎 對 它也不一定有備胎 對 它其實都還是有幫消費者想到 所以萬一真的遇到緊急事故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再稍稍做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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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